下个星期就进入11月了 难道我们2023年疫情后的这一年 全世界就要以这里那里的战事来结束这一年吗 乌俄战事继续在打 乌克兰军队得到北约提供的暴式坦克之后 成功摧毁了俄军很多架直升机和很多坦克阵地 这个坦克有一个绰号叫做敌人看不见 它对于夜间摧毁敌方的阵地几乎是无往不利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的时候表示 它有意和谈 但是各自的利益都要维护 接下来会进入开战之后第二个冬天 俄军又持续轰炸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和货运战 不过乌克兰第二次已经做好准备抢修能源管线 居民也储备发电设施和燃料 积极备战第二次寒冬 芬兰与瑞典援助乌克兰的十辆暴式坦克 在近日乌俄战场上屡舰齐功 尽管俄国总统普京对外宣称乌克兰反攻失败 其实乌军仍在稳定推进防线 能抵御反坦克武器和攻击无人机的暴式坦克 让乌军士气大震 这支部队从瑞典受训回来后 投入前线两个月 给暴式坦克取了个绰号叫敌人看不见 夜间摧毁俄军阵地无往不利 这款40年代德国研发的暴式坦克 第一代产品就战功账 在顾尔斯克战亿中 摧毁超过三倍数量的俄军 T-34坦克 azul是金属热尔的 今天是光你的封银肉 这不是你能解释放射 还是的罪银肉 也能保重抵营 悦他在警察,驻一下 比计快速军 这条 XboxCG rho放射 尔斯克尔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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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毁十的记录 因为有能弹开炮弹的倾斜装甲 重点是后来战车毁了士兵 都还安然无恙撤离 因为宽敞设计能容两人战力的战斗舱 增加生存机会 比利时也正在翻修M113装甲运兵车 这种俗称战场继承车的车辆 灵活性优于苏联制装甲车 此外美国所提供的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与最近已经交付的MGM140 地对地战术飞弹系统 都让乌克兰方面对反攻推进 相当有信心 MGM140飞弹最近成功摧毁 两个恶战机场上 9架恶军直升机与防空系统 但眼看乌恶战士即将迎来 第二个冬天 将持拉锯的苦战 到底是否有可能结束 俄国总统普京接受 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专访 强调俄国仍然想要和平解决 普京并且批评乌克兰独立建国 实层表明是中立国 就不该想要加入北约 才说完有信和谈 恶军空袭脚步却没停 10月22日轰炸哈尔科夫机场附近 一个私人货运公司的配送站 6人罹难 16人轻重伤 全都是平民 10月中卡达官员在几个月穿梭俄乌兼 成功协助四名遭恶军绑架的乌克兰儿童反国 由于卡达与中东许多极端组织的交情良好 也让美国驻军 这个人口不到三百万的中东小国 成为近日国际战士的乔士王 恶放巫童 美伊换球 甚至最近的哈马斯释放两名人职 都是卡达牵线斡旋 但有些是乌克兰人得靠自己 比如怎么度过冬天 乌克兰人家能源公司的经理初步评估 只要乌军防空系统能正常运作 冬季供电不会有问题 同时留在国境内的乌克兰百姓 也积极采购设备 发电机销量成长八成 战争超过一年半 留在国境内的乌克兰人 都磨练出各种审变方法 雅瑞玛13岁的儿子在后院砍柴 其实是拆开旧家具或捡来的废料 劈成小块 他们的屋子被空袭炸毁 屋子俩现在住在拖车中 我甚至想要离开这里 乌克兰小男生 学会面对困境付出努力 想留在自己家乡不是理所当然 而是件需要奋斗努力的事 此刻乌克兰与巴勒斯坦人民 都很能体会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inal您的嘉慕 订阅 社会 虚哥 我们找门